每个人都有一个探索世界的梦想 而其中的一部分人热衷于用车轮去丈量世界 就像我这样 对处于奋斗阶段的我们来说呢 为自己选择的SUV 要满足太多太多的使用需求了 能城市代步 能接送娃 可以长途旅行 也要有越野穿越的能力 要颜值高又要性能好 那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什么车符合这些需求呢 作为越野领域的媒体人 你们猜猜我会推荐谁 坦克300 BGO40 坦克300之前有过太多太多的介绍了 高颜值高舒适度 绝佳的驾驶体验 以及丰富的配置等等等等 而今天我们聊聊笔盘特别硬朗的 BJ40刀锋英雄版 哈喽小伙伴们 我们来看看这次的刀锋英雄版有哪些特别好的颜色 看这台白的就是雅光的 雅光的我觉得其实也不错 然后再来看这台蓝色的 哇塞 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买的话 我一定会考虑这台蓝色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太正了 就是有点像贴完那种雅光膜的感觉 那蓝色这种颜色好在哪呢 就是你如果简单的那种小划痕 在车漆上其实是显不出来的蓝色 然后除了蓝色之外 大家看那边还有一台绿色的 哇塞绿色的可能 如果我觉得你要是有不对情节的话 你可能会选择绿色对吧 如果你要没有不对情节 反正我是不太喜欢这种颜色 OK这边是白色的雅光 以及红色的雅光 其实红色的雅光我觉得也很好看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觉得越野车 我已经开始喜欢告别白车 黑车这种普通的颜色了 然后像这种的红色蓝色 看了就特别特别的喜庆 特别特别开心 这个就是刀锋英雄版 其实BJ40这个柴油版的驾驶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小意外了 就是第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理想的 这个不理想是因为 它跟柴油的发动机有关跑沙漠的时候 刚开始的油门踏板那一下缓下去的时候 实际上是没有车没有什么反馈的 这个感觉我觉得就是柴油车的通定吧 基本都是这样的 如果要想把柴油车在沙漠里面开好呢 那转速基本上不能低于1500到1800转 但是当它转速上去了之后 其实我们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 它一说动力还是就有使不完的劲的那种感觉 就别看它是在沙漠 我们不需要多大扭矩但是实际上 你开的时候就是你只要踩油 它轮放了气之后 它依然能带着你往前走 这个感觉实际上是非常美妙的 OK这个就是在沙漠去驾驶这台车的一个感受 看一下就是这台车跑沙漠的时候 我们就把所有的能关的东西 就是关掉了 并且把保险丝拔了 因为拔了保险丝 所以我们能看到它有很多的灯 像这个ABS灯 然后防滑的灯包括SVS是颗粒补及器电路系统的一个灯 其实这些灯都是亮了 其实在这个跑沙漠的时候 这个亮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家也不用担心 只是在车辆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是一个处于大师模式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如果北京越野在后续的车型上 它能通过软件的方式 或者说是一个开关的方式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大师模式 我觉得应该是会更好一些 首先咱们说重点 给大家说一下我试驾这车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我开这车上车的时候 刚才那个教练跟我说说这个是柴油车 我说是柴油车吗 那真的没有感觉到那么明显的哒哒哒声 然后仔细的听 能听到就是那种柴油车那种感觉 实际上如果你要是不仔细听的话 你可能不见得能发现它是一台柴油车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的北京越野的NVH这个车的静音降噪 做得非常非常好了 昨天就是我们大家看了一下这车的续航里程 百公里呢 它的油耗是七升多 然后一箱油能跑多少公里呢 跑一千公里 那如果这个再加大油箱了 那一箱油奔着一千五到一千八百公里的话 我猜这是什么感觉 就是你去穿个可可习礼 或者穿什么无人驱什么的 你不用补油 你一箱油完全能跑完 你知道吗 这种就这种感觉 那如果小伙伴们你们要是喜欢这台车 你们要买这台车的话 你会选择汽油版还是柴油版呢 如果选择汽油版扣一 选择柴油版的话扣二 我看看弹幕里面选择什么样的车的朋友多 BJ40刀锋英雄版呢分为汽油和柴油两套动力总成 汽油版本发动机使用的是2.3T的发动机 分为手动挡和自动挡车型 手动挡的售价呢是17.3万元 自动挡售价是19.8万元 当然对于我这样的更喜欢柴油版本的车型 柴油版使用的是2.0T的发动机 先锋版的售价呢是18.8万元 侠客版的售价是19.8万元 选装前后电控差速锁版本的售价是20.8万元 是不是要拗口 小版本你们更倾向于哪个版本呢 其实从我的选购建议上啊 注重越野能力的同学可以直接选购 配有前后电控差速锁的顶配版本的车型 这也是BJ40最强悍的一个状态了 售价贵了大概1万块钱 而这1万块钱原厂选装的差速锁 你不用担心安装的精度 也不用担心坏了维修扯皮 出厂前选配享有原厂的质保 相比改装厂后期改装来说 其实有很大的优势 而18万8千元的先锋版和19万8千元的侠客版呢 我个人更推荐侠客版 1万块钱的售价包括真皮方向盘 真皮座椅 座椅加热测踏板 定速巡航 220伏电源插口 这些我觉得都是特别特别有必要的 除此之外呢 还包括智能的网联地图推送车载的4GWiFi 语音识别 实时导航 在线音乐 后视镜电动折叠 日间行车灯 行车记录仪 那这么多配置 其实这1万块钱的差价我觉得也值了 所以呢 原厂的总比去美容店花钱自己去改的好吧 OK2.0T柴油加财富8速自动变速箱 19万8千元的侠客版 是我的选购建议